我们首先来关心呢还是中国时报的部分呢 立法院朝野在昨天已经达成一个协议了 周四十九号将会完成中央政府总预算的三读 预计行政院长苏贞昌会在当天提出总词 好但是确定的是赶不上在过年前普发现金六千块钱 至于在苏贞昌的部分 他到底会不会留任呢 民进党内人士指出了 基层虽然有要求苏贞昌下台的声浪 但是他本人也是非常努力在运作留任 因此在周三的例行蔡苏惠将会是一个决定他去留的关键 民进党败选之后遭到外界批评说是执政不力 我们来听一下前立委林卓水在昨天非常的感慨 他说呢兵役延长 总统蔡英文拖了五六年才决定 好普发现金的政策 一开始也是模模糊糊的让民进党的形象大伤 但是呢蔡英文遇到事情犹豫不决 只顾细节 这不是天下大乱吗 副总统赖清德虽然当选了阳春党主席 但是他的手上没有行政权 也没有立法权 如果想要改变整个民进党将会非常的困难 还要来关心的是这个联合报的头版头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IMF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报告当中指出 在国际间的合作跟商业的往来减少 可能会导致全球的经济萎缩 尤其会冲击到低收入的国家 好IMF把整个这样的过程称作所谓的地缘经济分裂 并且警告 长期来说导致全球国内生产毛额GDP减少多达7% 好另外是旺报的头版头消息 截至1月15号的统计数据 发现大陆已经有包含广东海南 还有28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了地方两会 综合来观察一下今年GDP增速目标平均都是6% 透过2023年各地设定的GDP目标 根据了证券日报引述7位首席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大陆在今年的经济将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改善 让GDP的增速有望在5个百分点以上 而且整个经济动能会由内需驱动包含促进消费 稳投资成为主要的发力点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